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OW 東京美女 台灣多格曼正式上市 最美麗的畫面囉 來看一下我們右手邊的美女朋友 哈囉 這裡面的朋友們 大家好 那其實剛剛兩隻大狗有點失誤 喔 其實狗狗都這樣啊 不會啊 狗狗就是小朋友 因為我之前也有主持寵物節目 然後因為其實現場人蠻多的 所以味道也會蠻多的 就很多狗狗在現場 所以牠們都會被氣味影響 比較不像在家裡這樣子乖巧好控制 今天為什麼不帶自己的貓咪來 其實因為廠商他們有說 想要邀請我家的貓咪過來 然後就是讓歐東麥 讓大家認識一下 可是因為我個人就是覺得 可能閃光燈太多 怕牠會害怕 然後現場失控 或者是會對牠的眼睛不好 所以我就想說 就今天請牠大爺在家裡 先休息一下好了 他在家裡會失控嗎 牠在家裡蠻常失控的 牠今天早上才把動貓棒 噗 噗在我臉上 牠每天早上都會自己 叼動貓棒過來 叫我跟牠玩 也是一隻奇貓啦 因為我之前養的兩隻貓 都不太會這樣子 然後牠就是會可以自己一個人 在家裡假裝自己是 救護車啊之類的 咿呀咿呀咿呀的一直叫欸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牠就會自己突然自嗨跟興奮 我講一下 因為我其實養兩隻貓都養七年十年 然後牠們分別在幾年前跟今年過世 然後Oreo 其實是我第一隻養的貓 那牠這 牠其實走了 我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我應該沒有辦法面對 去工作這件事情 但是 其實因為毛小孩就是我們的家人嘛 那我也知道牠離開的時候沒有痛苦太久 呃 當然我也就是 呃 那個時候其實情緒蠻受影響的 因為我剛好發你的擁抱 就跟JR紀元凱我們 呃 幫中益基金會做的一個代言 然後我們出了一個EP這樣子 那 那時候 呃 剛好 就同一天 我們發完的隔天 牠就走了 那 我覺得 呃 因為平常大家 工作 你其實沒有太多時間可以照顧毛寶貝 但 呃 你跟牠 剩下的那個時間是最親密的 你是最 自己最清楚的 但 我知道我們十一年 哦 十一年啦 我養牠十一年 十一年來 牠都是很幸福很快樂的 這樣子就好了 那 呃 也就是 很 想要呼籲一下大家 就是不要因為害怕 所以就 呃 不去養或者是 不善待 現在除了大家要推動就是 領養 不棄養以外 還有不虐待 就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好好照顧自己的孩子 牠就跟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是一樣的 呃 牠走了我這麼難過 但也 帶給我很多不一樣的想法 呃 我現在開始就是 想要慢慢 看看可不可以有機會吃素 這樣子 其實我有陸續吃了一陣子 但現在這一次是我自己 以一個 就是不想要讓動物受到傷害的 呃 一個角度 也希望就是素食者可以越來越多 天啊 我是講這是不是太沉重 那因為牠離開的關係 所以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呃 滿滿開創性有意義的事情 也希望就是呃 我身邊的朋友 也不要覺得我太奇怪 可以支持一下 像身鑰不協有養狗跟貓嗎 對 有帶牠們一起付送嗎 家裡的貓貓貓貓 呃 之前我們有帶牠們一起出來拍照 然後其實我們兩個很妙的是 牠養的那隻貓咪跟我家的Oreal 牠家的羅賓啊 然後我家是Oreal 牠們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他那時候就會說 他要給我看羅賓的照片 或是說有必要的話 你可以來我家看一下羅賓 或是我帶他去給你看 但我都覺得我沒辦法 就是你知道不是他 但是 就是這個想念的感覺 是一直都會在的 然後我現在就是隨身戴了他的小衣服 就他之前穿的 就覺得他就是一直在我身邊 其實就是很幸福 然後因為擁有過一起很美好的時光 我覺得很滿足 謝謝